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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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居住人口可能超过100万 工商业发达 享誉中外的国际大都会 7.1300多年前的唐都长安的朱雀大街 宽150多米 街旁群栽众整排的榆树和怀处 现在中国首都北京的长安街最宽处 没超过120米 位于工程与皇城之间的成天门横街 宽度更是达到441米 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宽的街道 8.唐朝的疆域 据十载最大石 达到1251.9万平方公里 东至朝鲜半岛北部 南至越南顺化一带 西至咸海阿姆河一带 北至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 势力范围圈及中亚地区 9.唐高宗年间 唐军第一次包围平壤的时候 唐明江苏地方看着城墙上架的兵严正的高丽贾士 对身边的新罗将军说 这天气冷得 跟咸海边一模一样 我前两年刚从那地方回来 西突厥人不惊大 不如高丽人 新罗将军一脸猛逼地表示 咸海是什么 西突厥是哪里 在鸭绿江北面吗 时 到如今唐王朝已经灭亡一千多年了 但是在国外 有中国人聚集的地方 仍叫做唐人街 而封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 经常念叨 有生之念 是将唐之领土纳入我本图 封臣秀吉是在明朝家境的万历年间的人物 此时唐朝灭亡已经六十零多年 中间经历了五代十国 两宋阁源 但他心地始终只认大唐 这么多的大一统汪朝 唯独大汉大唐是真正称得上文武双全的 既有璀璨的文化 又有牛逼的军力 十一 公元六百三十年 唐灭东突厥 俘虏邪立克汗 后来他在李世民和李渊面前被命令跳舞 公元六百三十五年 唐灭吐月魂 慕容赋予自义 继子将唐 公元六百四十年 唐灭高昌 国王文太兄见到唐军到来直接一病不起死了 公元六百四十六年 唐灭薛廷活 伊特务师可汗被俘虏 公元六百四十八年 唐灭秋辞 前任秋辞王被斩首 继任被带回长安 十二 公元六百五十年 车比特汗被唐军俘虏 自然是去了长安 公元六百五十七年 唐朝灭西突厥 沙波罗的汗被俘虏 洛阳旅游团 公元六百六十年 唐朝灭百祭 百祭王全家被打包送洛阳 公元六百六十八年 唐灭高沟里 然后高沟里第二十八代国王高藏被唐朝俘虏 不可避 免得去了长安 王权侧灭中天主 国王阿罗纳顺已被带回长安 玄宗年间高先知入朝鲜 俘虏的托其师可汗 十三 公元六百六十一年 唐朝在伊朗的扎伯勒 设立波斯都督府 任命波斯王子比鲁斯为都督 统侠当时刚被大使阿拉伯帝国灭亡的萨珊波斯 帮助其抵抗和复国 虽然实际统治过整个波斯 但足以证明唐朝势力范围 已经跨越万里沙漠 雪山 草原 扩展到整个中亚 在这么广阔的土地上 到处散布着唐朝的鸡迷州和藩蜀国 商旅 使者和军队可以畅通无阻 唐朝的影响力已经无远伏界 这还是在公元七世纪极为落后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实现的 十四 五代之国的南汉与越南打仗时 都说是奉先讨义 一个自称清海军节度史 兼隆广贵管雍广经略史 一个自称靖海军节度史 领安南独户 这都是唐朝的节度史 而在唐朝灭亡一百多年后 越南国王向宋朝上表称臣时 仍拿着唐朝皇帝给的封号 自称沉靖海军节度观察处置时 以体现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去唐是中国历史最牛逼 最伟大 最璀璨的朝代 它让中国立于当时世界的巅峰 也是第一次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 是中华民族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它还影响了我们上千年 以至于现在我们还在为这个辉煌时刻的复兴而不断努力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华民族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